一种新型传染病毒在日本爆发 短短两周时间感染人数高达10万人 随着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 医院和隔离区人满为患 来看病的病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由于医护人员人手不足 他们只能先让重症患者优先治疗 只要还能走动的患者都让他们回家疗养 有些患者排了24小时对还没轮到自己 有的在地上爬了一小 都没医护人员来看一下 最惨的是有的排着排着就死在帐篷外 医院此时也乱成一锅粥 去拿个针头的功夫 患者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 医生的心态已经完全崩 再这样下去 可能整个医院都会全军覆没 此时没被感染的民众也想逃离病毒区 但日本正处实施了地区封锁 任何人都不允许外出 叫他们赶紧回家自行隔离 但有些人为了逃命 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 开车冲开了隔离篮 随着第一辆车强行冲卡 后面的人也纷纷跟着逃跑 逃不掉的人则聚集在商场里 疯狂地抢夺生活物资 世界各国也发布了远离日本的通路 也不接纳任何一个从日本回国的人 林乙边 世卫组织代表人梅穿裤子 用了所有对抗禽流感的药物都没有效果 他猜测这是一种未知的新病毒 被外国称为死亡传染力 随着病毒的恶望 日本人民一天的求救人数超过50万人 排名世界第一 更绝望的是 由于医疗设备不足 为了把医疗物资给有治愈希望的患者 梅穿裤子强行拔掉了一些 无致于希望患者的呼吸器 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 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医生们都无法理解酷子的行为 但酷子并不在乎被反对 随着呼吸器被拔出来 别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而得到呼吸器的病人也救不了他们 这解离死亡病人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院的医生也开始失去动作 心想自己为什么做这么愚蠢的举动 作为一个医生是救人的 刚刚这种行为无疑是谋伤 医生们也对世卫组织的能力有所疑问开始内容 什么狗屁世卫组织 死了那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外国媒体的冷眼旁观也没有停止 人们称日本人坏事做多了 这种病毒是魔鬼对日本的诅咒 病毒爆发的第二十二天 日本感染人数已达八十万人 死亡人数四十二万 美国疾病预防管理中心预计感染人数 将接近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日本各数交通设施开始停止 社区基础开始崩溃 这时梅冲库子和他的助手集团富郎 再次来到第一个感染者小美家 经过一番询问 他们终于明白病毒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来的 原来他父亲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当医生 他在春节期间回来过一次 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发生异常 他在家吃了顿饭就匆忙离开了 在他乘车离开时 他不停的咳嗽和吐息 然后他再也联系补兽他们 义川得知这个消息后 于是他去找到一个病毒研究院的老教授 决定去东南亚寻找病人 他也不停的咳嗽 他会是一个人 他会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